大家好,我是东宝行为,欢迎来到牙霸子的第二百次欢乐折磨时光 今天这集啊,一上来就是两个字,蓝崩 看着画面中充满了各种地域特色的符号 以及人均手持全自动武器的大量外国人 真让人怀疑这部漫画的名字 该不会叫做全院之国在中东挖石油吧 与之格格不入的光我一行人啊,也忍不住吐槽到 我靠,这个鬼地方真的是日本境内吗 之后冰师想管我做了简单的导游介绍 中地区呢,是默默时期 打仗输给了新政府的各种社会人组织起来的 后来呢,这里吸收的非法人员越来越多 那什么外国黑帮啦,地方战败武装啦,偷渡人员啦 诶,你是不是觉得这听起来很耳熟啊,没有错啊 这里的原型就是上个世纪的金三角地区 能把这种武装割据的环境套用进一个徒手格斗漫画 而且还是在东京这种大都市的附近 那哑巴只真来神人也啊 然后光我他们所处的地方是采购物质的市场 王马表示每个地区啊都有这种大型的地毯 把从外部地区偷来的东西拿到这里面来卖 哇,这种鬼事一样的地方被你们说的这么悬浮 那阿欢听了都想拿货过来卖了 接着列唐这边已经调查出了比较安全的路线 之后就让宾市找的导游带他们出发就行了 这里提到宾市找的人是由廊山地区的老大介绍的 那位老大的绰号叫做将军 是个手下有部队的狠人啊 靠着军事力量一手统治着廊山地区 听到这里啊我都想笑了 军队耶,有没有搞错啊 那当年是哪个老头子 妄想要靠着徒手统治中地区的啊 你现在想要搞定一个地区都难吧 正说着啊突然挑出来了一个流浪汉 他持刀想要攻击佐助 结果自然是被后者情松给反杀了 但是让光我意外的是 这种通常会引起周围注意的暴力事件 这里的人啊居然都见怪不怪的 所以这就表示 中地区里到处的冲刺者 随时可能跳出来打劫你的疯子啊 军事提醒众人 之后的行动方面还是得尽可能的低调一点 然后他们就出发前往今天的落脚地点 历经大宾馆 呃就稍微看起来有点破败了 军事老师呢在狼山地区 似乎是非常的有排面啊 这里的负责人呢都对他点头哈腰的 据说啊是因为他经常帮将军 完成一些在外部地区的任务 到了晚上 猎堂向军事提起了他对光我的顾虑 呃你们说贵叔啊能不能不要在这里发烧啊 那我众人烟谈十几年啊 也没见过哪个鸡脑这个样子点烟的啊 猎堂还怕到时候如果只能找到龙鬼的尸体 那么光我很可能会彻底崩溃 从此一蹶不振啊 但军事倒是觉得光我他已经成长了 他是做好了面对最坏消息的觉悟才来到这里的 然后军事还和猎堂吹起了光我以前的事价 哎我跟你说嘛 当年光我才出来混的时候啊 还是个臭小鬼呢 被老子一拳啊 差点没把他屎都给打出来啊 嘿嘿嘿嘿 正当他们说得起劲 一旁的卓柱悄悄提示 嗯我先插一嘴啊 那王马和光我刚才偷偷开溜了哟 你说什么 猎堂他是第一次来中地区啊 听完过自然是非常的不放心 不过军事还是很信任过 王马可以保护光我的安全 毕竟啊 狼山地区相对于其他区可是安全的多啊 并且王马的出生地可是那个死鬼蛇地区啊 那是军事这辈子所见过的最危险的区域了 嘿呀 说得这么吓人啊 结果王马就是带着光我出来干饭了嘛 看光我的样子啊 他好像心态比猎堂都轻松许多呀 两个人呢非常平淡的进行着闲聊 王马表示这次之所以带你来中地区啊 一是想让你掌掌见识 其次来这里是二辅留的发源地 要知道啊自己的根在哪里 这样呢才叫做传承 这个啊 王马你刚才在说什么呀 接下来啊就是让人难以接受 但也是意料之中我早在很多个视频以前啊就半开玩笑的提到过 王马说出了全院历史上最唐突的发言 管我呀你可以继承我的二辅留吗 我觉得你已经是我可以托付的人了 万一哪天我遭遇不测呀 不仅是观众啊连管我听了都麻了 大哥你该不会是被什么恶魔裹歇了想要跳楼自杀吧 但王马表示这回是关系到自己和龙鬼的真实身份 那个科隆出王马和龙鬼的组织啊 现在已经开始行动了 别说是在中地区了 王马随时都有可能遭遇袭击啊 而王马很在意自己从二辅那里继承来的武术 所以才会选择光我 想要把二虎留给传承下去啊 就在剧情的转折来得太快 我还难以做出评价的时候 之前本以为要长期下线的刹那又突然跳了出来 从之前的剧情来看 他不是跟王马已经是过去似了吗 可刹那却神情的看着王马说道 我是不会让你死的王马 哇这么离谱的剧情 我几乎已经猜到了 刹那最后改为是要把自己的心脏都献出来给王马吧 恩话结束